这名穿着夜行衣 拳脚利落 招招致命的女孩 正和她的杀父仇人殊死一搏 几天前诺兰桥装成维修工 进入白发玉警家安装监控 却不料被当场识破 螳螂捕缠 黄雀在后 白发玉警摸到诺兰家将其雷晕绑走 并留下线索引导幕后黑手自投罗罗 小爱在楼下大声呼喊丹尼尔 听到尖叫她赶忙跑了下来 整个客厅一片狼藉 仿佛刚被入室盗窃 并阻止了小爱报警 她立即找到父亲大康商议对策 大康表示他们早就被监控了 现在证据完全落入敌人之手 情况很被动 当务之急是先拔出家里的监控设备 这头的小爱拿出藏好的证据 发现资料被加密 于是她给诺兰打电话让她破译 却发现电话打爆了都打不通 她只能来到诺兰家 发现诺兰被绑架了 视频那头的人恰恰就是白发玉警 小爱表示手上有大康勾结她制造恐怖事件的证据 并要求面对面的解决杀父之仇 于是他们来到约定地点 白发玉警让她将自己离遇 才带她见诺兰 等她醒来已和诺兰绑在一起 白发玉警用诺兰的姓名 作为要挟换取证据的项目 小爱随意告知了她一个假地点 等她走后 便用藏在手臂中的钢丝打开了手铐 她让诺兰离开 并将证据交给郑交会探员 自己则拿着一把斧头打算和玉警同归于警 发现上当受骗的白发玉警 一回来就和小爱打起来 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可能是上了年纪体力跟不上 小爱很快占领上风 就在快将玉警威死的时候 小爱想到了父亲的遗愿 是让她保持善良的天行 于是饶了她一面 殊不知这个一面之间的决定 会对她的复仇大计产生重大影响 收到证据的探员表示 即使利迪亚撤回指控 他们也能凭借手里的证据 让联邦法院给大康定罪 为了让大康罪名坐视 维多利亚使出浑身解数 威逼恐吓 一再劝说利迪亚出庭作证 终于成功 于是他们决定乘飞机 赶往华盛顿 大康一再阻止他 甚至告诉他 只要他上了飞机就必死无疑 而维多利亚铁了心要去作证 义无反顾地上了飞机 却不知道飞机早就被人动了手脚 而那个人恰恰就是白发欲警 得知飞机失事 小爱崩溃了 所有能证明父亲清白的证据都毁了 前功尽弃 利在一旁的诺兰非常纠结地表示 在交证据之前他破解并复制了一份 证据显示父亲的死源源不是这么简单的 而他藏的最深的秘密 是死了20多年的小爱母亲 其实还活着